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那你复习的东西我想说我们刚刚在研讨的时候 大概就已经复习了许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再进入复习的阶段 就开始准备讲新的时候 我记得我上次是 是不是我们刚刚讲说 那时候我们在介绍说 世间道跟初世间道 我记得我们是把这一段已经讲完了 就是我们把 就是说在世果当中的时候 它是不是我们这边分的说 我们已经到第三个科判 就是说所谓的修善法之果为何 这些果为什么安立为四个的原因 跟获得这四果的因 或者这四果的道是什么 所以我们分这三个来讲的时候 我们已经到了第三个科判说 获得这四果的因 或者说获得这个四果的道是为何的时候 是不是有分三个 就是依和戒而获得 应该说依和道而获得 依和处而获得 我们说应该依和地而获得了 那依和戒而获得的话 我们上次讲完之后 在依和道而获得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它分了两个阶段 是依着世间处世间道 跟依着剑道跟修道 依着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上次已经把上面的这一个 应该说这个里面的说 依世间道跟初世间道而获得的时候 有略略的讲完了吗 我们是刚刚讲的就是说 在四果当中 以 一流果 跟阿罗汉果来讲的话 它一定获得的是什么 唯有透由初世间道而获得的 那到一流果 一来果 不是不是一流果 一来果 跟不还果来讲的话呢 它是什么 它是不是又分了 它又分了这边 它就说 那你在讲什么样的一来果 什么样的不还果呢 它是讲说 你是说先以离滩的呢 还是在讲次第而获得的 如果你是在讲说 是先以离滩而获得的 一来果 跟先以离滩的 不还果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也唯有 透由初世间道而获得了 因为它只好依靠的是 间道当中什么 最初的那个间道嘛 最前面的那个间道 就是依着什么 依着那个 间道的无间道嘛 间道里的无间道来讲 透由 依靠着间道的无间道而获得来讲的话呢 这个无间道跟卸脱道 是不是只有是所谓的无漏的 所以它只有这个了 而到次第而获得的一来果 次第而获得的不还果的话呢 它是不是说 就有两种的情况了 是也可以依靠世间道而获得 也可以依靠着初世间道而获得的 依着世间道而获得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 依在后得制的这个阶段 依着道之出细向去修持的时候 而去获得 依着这个有漏的这个道路而获得的时候呢 这叫什么 这叫依着世间道而获得了 而如果后面是什么呢 它是不是不可能再依靠着 见到的初世间道了吗 我说次第而获得的 次第而获得的一来果 次第而获得的不还果了 它也已经没有机会在依靠着 见到的 见到的 应该说初世间道 我有依靠什么 是修到的初世间道嘛 对不对 修到的初世间道而去断除 或者压制它这以上的 现行的烦恼的时候呢 压制第六品的时候 预界的第六品的时候呢 等于是一来果 压制了 所有的现行的预界的烦恼的时候呢 等于是什么 等于就是所谓的不还果了嘛 所以我们刚刚也复习的 也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上次想跟大家讲的 应该在以世间道 跟初世间道的话 这边应该大家已经都 比较清楚了 我们上次是不是讲说 因为刚刚在复习当中 有略略提到 也刚刚这边应该讲说什么 我们有几个用词在于 福生大师的用词 它就会或者会用什么叫 它叫欲界的现行的烦恼 或者乃至什么是 依着世间的修道 可以去断除的欲界的烦恼 或者压制的欲界的烦恼 这个来讲的话 它有没有真正的去对之 或真正的去断除欲界的烦恼 没有 或者比较说没有 或者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唯有只有透游 依靠着世间道而去 断除或压制的时候 它等于说什么 它就把表面的东西 去除而已 它那个祸害还在那边 应该是这样讲 就像我常常举例子 说什么像牙齿的一样 像我们说 依着世间道而去除的欲界烦恼 像什么 很像那个牙垢 你自己用那个手这样子 手指去抠一抠 都可以抠掉的 可是你抠到这个来讲的话 假设是有蛀牙的话 一点用途都没有 它只是把那个 够去除掉而已 但只是说 暂时的把它变美观 比如说我们去洗牙的时候 这叫什么 依着世间道而去断除的 或者依着世间道而压制的 这种方法 那真正的欲界的烦恼像什么呢 那有点像说 是那个蛀牙本身 那个洞或蛀牙 而那个种子 这留下来是什么 是不是像我们很多人 牙齿不好的时候 它要做根管治疗 根管里面就等于是那个种子 从最细面里面来讲 它不是只是用补那个洞就可以了 是要从那个管里面 要把它堵塞住 或把它去除掉了 所以我们现行是什么 或者用世间道水 用的是什么 就是表面的 就是你用漂白 或者刷 什么来讲 那只能 那它没办法危害到里面的 那个蛀牙 也没办法危害到 那个烂掉的根 可是如果我是要 补这个蛀牙 或者要根管的 是我一定要先把这个 外面的出垢一定要去除 所以什么是 如果这一层的蛀牙 或这一层的根管有治疗到的话 它的这个牙齿 是不是也要补到了 或者说要美观了 这样子 可是你牙齿美观 有没有一定补到里面的 就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不能说它一定没有 可是就是不一定了 所以呢 我们讲说现行的 或者说 一个世间道而断除的是什么呢 它可能 就有不同的方法把它说 就是把它暂时的 把它变成说 不会有造成影响的 而 断除烦恼的话是什么呢 断除的烦恼 唯有是透有什么 就是把 连种子一起拔起 连种子一起的断除 就是说什么 依靠出世间道的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讲到说 我们讲说 世间的 依世间道而断的烦恼是什么呢 大家 烦恼的形象 不一定是很清楚 可以想到什么意思 就是 所谓的就是表面的 表面那一层的 已经蹦出来的 那种烦恼的那样子了 而 种子是什么意思呢 烦恼我们应该本身 我们在心内学的时候 也常常介绍 那个种子是什么 就是 当这个烦恼升起之后 它会留下来的一种能力 或者一个动作 有留下来的余 余温来讲也好 或者这个所 残留的东西 所留下来的 所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所残留的这个 就叫我们叫种子 这叫内在的种子 这叫种子 所以我们依靠着世间道而去断除的时候呢 它完全没有碰到烦恼跟那个种子的那一块 可以碰到烦恼跟种子那一块是什么 我有依着出世间道了 所以上次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讲了 以福生大师他的独一 他自己的用词 或者跟别的事愿不太一样的是什么 就是 他有说依世间道而断除 跟依出世间道而断除 你就没有分说 我先断了见道的欲界的烦恼 我再断什么 见道的色界的烦恼 再断见道的无色界的烦恼 他就是 透有一个什么 一个根本定 一个见道的无间道 断对峙了三界的烦恼 他没有一次的这样子走 所以呢 以福生大师来讲的话 他是说什么 他是说 如果是先已离瘫的 或者说什么呢 那代表什么 他是先把世间的 或者说现行的这些烦恼 先压制 或者现行的烦恼去断除了 只是现行的烦恼断除 他没有把真正的烦恼危害到的 那别的诗愿大家 或者大家以后有在看别的 现关的注觉 或者有别的 甚至是解释 他有可能会有不同的用词 或者不同说 以很多别的诗愿 他只是说什么 就跟我们很类似 可是他说什么 他说三界的烦恼 是有出细分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要先把欲界的烦恼先 对治 才有办法对治到色界的烦恼 才有办法对到无色界的烦恼 我们觉得说 三界的烦恼来讲 它的种子是一样的 它的无名是一样的 你不会因为说 可以好像断除 特别的某一分的这种无名 它是分不开的 分不开 之所以福生大师 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们上次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会想跟大家讲一下说 什么叫做世间烦恼 什么叫做出世间烦恼 所以世间的烦恼 就是所谓的那个表面的 为什么叫它世间呢 就是说 依靠着世间道 就可以对治 或者可以去压制 去去除的 这个烦恼的话 我们叫世间烦恼 那不是说好像有一个 比较好的烦恼 比较不好的烦恼 而出世间道的烦恼 是什么呢 就是说 真的要把它去除掉的话 唯有是透由见道或修道 而去断的 所以这种所谓的世间烦恼 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要把它对治来讲 或者说现行的断除来讲的话 不透由佛法的方法 或者乃至是非佛教的方法 也有可以吗 就是我们所谓的修禅定 修任何的 像我们之前在县外介绍的 非佛教的也可以获得 五眼当中里面前面的两眼吗 对不对 六通里面前面的五通 都可以获得的话呢 这种人都已经获得了禅定了 都已经是把现行的烦恼 所谓的压制 他有现行的烦恼压制 他才有办法升起禅定 或禅定的阵型 好 我们大概是上次 是大家做了一个快速的复习 和已经跟大家说 我们上次想跟大家补充的 就是说 我记得我们上次在讲 最后的是说 讲说什么 就是在于说 世间的 世间道是什么 出世间道是什么 因为我们是不是讲 上次世间道 出世间道是讲 有漏 无漏 在别的地方 是不是还有别的 我是跟大家讲 有时候会看到不同的用词 有时候的世间道 出世间道是什么 有些是用说 他完全没有升起五到十地之前 这叫世间道 进入出世间道是什么 是进入五到十地 有一层是这样子的用词 或有些人是说什么 世间道是讲什么 是凡夫的时候的这些道呢 或所修的这些善心呢 这样我们叫什么 叫世间道 到圣者以上的这种来讲 我们叫什么 出世间道 所以 前一阵子 我们在介绍 这个二十生的时候 有一个人发讯息 跟我说什么 空性是不是出世间法 我说 你什么叫 空性叫出世间法 这个 空性跟世间 跟出世间 有什么关系 那样子 或大家也来说 这叫世间法 这叫出世间法 既然应该 大家慢慢了解说 那到底你是 你是要讲说 什么叫世间法 我第一个会反问说 那你为什么就认为说 空性是出世间法 如果你是说 它是依靠着一个出世间道 就可以去了解的话呢 那就叫 这个叫说 说什么 就叫出世间法的话 那所有一切法 都叫出世间法了 或者你要说什么 那如果是佛教的 独一无二的修持的话 你说这就是世间法 这出世间法 那我说这个 你就可以说这叫出世间法了 可是你要小心 你要如果这样讲的话 所谓的世间法是什么 悲心 慈心 事无量 这些都什么呢 这些都也都变成叫世间法了 禅定 止观 这也叫世间法了 那你到底 你知道我说 或者你要说 以俗人的世间法说什么 比如说我忙碌于生活的 叫世间法 我还要在修行的时候 在叫世间法的时候 那到底这个是哪里 我不知道 我说 因为我说我不同意 空性这件事情 就要出世间法 为什么是 因为你说是无漏的 根本定去圆的话呢 这个来讲也没办法说 这个不能用说 我的了解的心事 来去改变这个 静嘛 所以那你到底 你所谓说 所谓的叫 出世间法的意思是 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没办法 因为你要 理想前面的 他的认知是什么 我那时候 我给他的回答 因为他说什么 他问我说 灭地上面的空性 是不是出世间法 我说 那你说出世间法 你是为了 因为说 因为是灭地的缘故 他上面的空性 或者空性的空性 他这个东西是好像是散的 是无漏的 所以他上面叫空性 叫出世间法的话呢 我说这我不同意 这个我就不会同意了 为什么 因为这很明显在 相关专业论 或者在说 保性论 在此事无论当中 就讲了说什么 有漏的 无自信 或者有漏的空性 跟无漏的空性来讲的话 他的在空性这一分 是无二无别的了 他不会因为说好像 所依的是好的 所依的是不好的 他上面就有差距的 我们自己 我是不是 我们后面讲完二十声 我们就开始介绍佛性 以这个佛性来讲是什么 是你 不要说你我 像我 我和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如果大家是凡夫来讲 或者还没有成佛之前的话 我们的 每一个人的心绪 都是有佛性的 和我们的佛性 真正的佛性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的心事上 我这个心事的 序留的 他的本性 他的无自信 他的 无地实存在的 这个本质就是什么呢 这就叫佛性了 这叫什么呢 因为 这个一直不断不断地走 我这个心不断进出的话 这个 本来就是自信清静的东西 当到佛地的时候 这叫什么呢 这叫我们叫这个法身 法身就是这个东西了 所谓的法身的 应该说法身的序留 我们在此时此刻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绪当中 都已经 具有了 他的 本性的这些条件 都已经具备了 他不是从外而得了 或者也不是人家赐给我的 是已经原有 聚在这边的那个时候呢 这是很重要的是 为什么 因为这在保新论里面的 在证明说 一切众生是 有可以成佛的原因里面的话呢 其中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什么 就是 有 应该说有染污的这个的法性 跟 没有染污的这个法性来讲的话呢 是 没有办法分离的 他在法性这方面来讲的话 是 无二无别的 所以如果你说 佛的或者灭地的法性是 出世间法的话 你要说什么 瓶子的法性 我的法性 你的法性 也都是所谓的出世间法 不能因为说 好像这个东西是清净 他的那个 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变成 是所谓的 出世间法了 好 所以我们这边是来 上次来解释说 什么叫做 我们这边在二十三所谓的 世间道 出世间道 就代表说什么 有漏的道路 有漏的道路 还是不是上次 大家也会有一个疑惑 或者我自己 跟大家讲的疑惑 说什么 那纵使是 依靠着 次第而获得的 这个 依来果 或不还果 怎么会有一个说 他不 不需要依靠出世间道 好像只需要依靠 世间道了 这个是我以前的 错误的理解 他不是说 不需要依靠出世间道 凡事 获得 一来果 不还果的 一定是依靠着 出世间道了 为什么 特别是什么 依靠着次第而获得的话 他之前是一定要 已经有获得预留果了 预留果要获得 他没有偷游 建道的 无间道 没有偷游 建道的 卸托道 哪来后面的次第而获得的 一来果 我根本不还果 可是为什么说 他不是依靠出世间道而获得 而是依靠出世间道而获得呢 是 他在于说 对质 要获得他果位的主要的对质品 不是依靠出世间道的 而是依靠着 之后的一个世间道 是关键的道路是什么 是出世间道还是不是出世间道 上周我上次是不是举的那个例子说 你看我可以 考到格西 或者现在是格西学位的话呢 我会说 我是依着师长而获得了 我为什么不会说我依靠父母亲呢 这应该也要说 我是依靠父母亲而获得 的确啊 的确啊 我说我没有依靠我父母亲的 来讲的话 我今天也不能 不可能考到格西 可是考到格西的主要的因素 是不是因为是由师长而来的 是不是我们应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所以 我们这边来讲 或者像你看 普道次第广论里面来讲说 道之根本为一子三之四 他为什么不说 道之根本为一子父母啊 是不是应该 如果只是仅仅说 依靠着这个来讲的话呢 这个来讲的话也是有 也有依靠着 可是他不是他真正的 最后的那一个 得与不得 货与不货的那个关键呢 所以在以这边来讲的话 所以在以这边来讲的话 所谓的 刺帝而获得的依来果 刺帝而获得的 不还果 依着 世间道而获得的意思是说什么 是他对峙最后的那个 第六品的欲界的现行 或者乃至说对峙第九品的 欲界的现行来讲的时候呢 他是依着什么 他是透由世间道而去压制的时候呢 他就要依着世间道了 而依着出世间道是什么呢 他依着无漏的 无漏的后面的修道嘛 依着后面的无漏的修道 而去对峙的时候呢 这叫做什么 依靠着所谓的 我们叫出世间道而获得的 就无漏的 无漏的道路的方法了 好 那我们这个大概在以上的话 是我们上次 要跟大家做一点点的补充来讲说 什么叫做世间道 什么叫做依出世间道 为什么在这些的二果 后面的这个一来果跟不还果 我们只会说他是依着世间道 而不是依着出世间道吗 是在这边来讲的 是针对他对峙那个烦恼的 哪一分到哪一个程度 才叫做世间道或者出世间道 好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 我们等一下准备开始就说 那好同样如果是 在世果当中的话呢 刚刚讲的是世间道跟出世间道 那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系统是说 什么依靠着见道还是修道吗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 我们应该可以说什么 如果是依靠着世间道或出世间道呢 是不是也是一定要依靠着见道或修道 也是要 依靠着见道跟修道的话 是不是也一定要依靠着世间道或出世间道 这两个是一样 可是它两个系统是完全的 不同的系统了 不同的系统 你不能说它是一样 虽然是两个 你依靠着一个 也另外一个一定要依靠的 你没办法脱离了 可是它的思维的方法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不能混在一起而说的 好 那我先念完之后 我们再来解释的话 好 那我们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应该是在这边了吗 我们应该已经到了 100 多少 110 110 好 我们应该已经到这边了 我们是说 第二点是不是 还是说 对不起 好 第二项 对 我们上次应该说它是什么 就是 就是 如果它在 一般在凡夫地的时候 它串息的是什么 依靠的是 主要在修旨 修坦定的话 它一般会用什么 就是 先赶快把这个烦恼压制 先压制再说 所以它依靠的 主要会依靠什么 它依靠的世间岛 那如果在于凡夫地的时候 或在修 刚开始在修行 要去获得这些的 果位的时候 它主要是什么 是透由 一智慧而来讲的话 它就不一定是在 这么 这么在意 或者在这么注重 在于说什么 对峙于 现行的 完全是要从根而对的 我再举一个 我们后面在第二品会讲到 还是先跟大家讲 所以你看大家 在讲菩萨功德的时候 它就想说什么 如果是以一个修行的菩萨 来讲的话 等于说什么 他在他获得菩萨为圣者的 出地菩萨的时候 他的功德就跟阿罗汉 只是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阿罗汉是 是主要 我所谓的阿罗汉 是这边的小圣的阿罗汉 这个小圣的阿罗汉 他是刻意的要去对峙 自己的烦恼 所以他就是说 我别的利益 就不那么注重了 我就 你不能说他没有悲心 他也有悲心 也有慈心 他就不注重了 他就说 我只要想办法 把自己的烦恼 去对峙了 如果以菩萨来讲的话 他同样在之前 他没有要为了众生 他什么 他在获得出地菩萨的时候 早就可以把自己的烦恼的 这个能力 已经绰绰有余了 可是什么是 因为他不为自己的 就好像说 把它先摆一边 把这个现行的这个东西 先摆一边都没关系 他也不一定把烦恼障也去除 连烦恼障都没有去除的这些菩萨 多得多了这样子 他一直这样子来上去之后 才叫什么 因为他主要是为他利益而着想的时候 等于说他在他利益的时候 在注重的时候 他把所知障就一一去除 烦恼障是跟着 跟着去除掉了 他在这边来讲 他刚刚讲 如果有些人是什么 他在凡腹地的时候 就是很在意好像在现行的 一一一的烦恼起来的时候 他第一个用什么 就是他多余的力量 要说我要去依着禅定 再把它压制 再把它这样做来讲 他有一个什么是 利根的来讲的话 现行还是会有 可是用的方法什么 是用智慧的 直接从根 根去挖 有说他上面 我一一去修剪那个叶子 就不用挖那么多 他直接从根 下除的时候 他是完全从根去除掉的时候 现行就一定去除 是不是刚刚大家在 复习的时候 大家就跟我问说 那如果来讲的话是什么 如果根去除的话 这现行一定要去除 他不可能有一个 现行留下来的 根已经去除了 可是你把外上面的 这个现行去除掉的话 根有没有去除掉呢 就是未知数了 不一定 有去除的也可能 也有可能没有去除 这都不一定的 好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讲完之后 我们准备要进入了 是不是就说进入到 剑道跟修道 是依剑道获得 或者依修道而获得的时候 他这边说想 第二项问呢 那么是依着剑道修道哪一道而得呢 那预留果唯一剑道而得 因为是以断除剑所断的 烦岛种子之上而得故 那这边是不是跟那个世间道的 跟初世间道有点像 他说什么 那在于世果当中 我们世果是不是说什么 从预留果 依来果 不还果 阿罗汉果 或者乃至说什么 我们说 虚陀还 斯陀还 阿罗汉 阿罗汉 我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讲 就是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经的时候 也常常看到不同的字 有时候会看到我刚刚讲的这种 预留果 依来果 有时候看到是什么 虚陀还 斯陀还 有时候看到什么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以后大家看到了 不管说在什么 我记得 我们小时候在寺院 那个时候 我就想说 奇怪那些法师 为什么常常就跟我们 我们那时候唯一的 的闲暇 或可以看到比较轻松的书是什么 是看百叶经 看咸鱼音乐经 这是什么 因为你们讲很多故事 每次都拿什么 自己是懂非懂 因为小时候根本 他不跟我们看 看故事书 就可能拿 咸鱼音乐经 来当故事书 拿百叶经 来当故事书 来看的时候 或者说有时候 就是法师 年长的法师 来跟我们讲 讲公案的时候 或者就是讲说 咸鱼音乐经 或者讲说什么百叶经 他每次说什么 或者出国 或者二国 或者阿罗汉国 或者阿罗汉国 我想说 什么叫阿罗汉 什么叫阿罗汉 什么叫 斯罗汉 真的来讲的话 我们是不是说 一流 欲流 一来 不还阿罗汉 乃至或者说 虚头还 斯罗汉 阿罗汉 一二三四国 来讲的话 都是一样 都是不同的名词 再指同样的一个意思 在一一来讲的话 那总之 这边在介绍二十身的时候 他这边就讲 等于是说 这个二十身 或者总设起来说 在这个八国 这就是八个相国 四个相国 四个正国 所谓这个八国当中 那他到底是依着 见到获得呢 还是依到秀到而获得吗 所以这也证明了一个什么 大家有没有说 如果是 世果的正果 我们现在说 世果是正果来讲的话 任何一个是不是 一定是圣者吗 所以他才会说 你是依照修道 还是依靠着见到啊 如果是可以依靠着 凡夫的 凡夫之道 或者可以有凡夫的时候 就获得的时候呢 是不是还可以就依靠着 资良道 或加行道 因为他不可能依靠着 仅仅是透由 资良道 或者加行道 而获得的缘故 所以是不是说只能 一定是代表说什么 因为他是圣者的缘故 他只能依靠着 见到或修道 乃至我们获得阿罗汉的时候呢 他为什么说 阿罗汉为什么没有说 他依着无学道而获得 到了无学道 他就已经是阿罗汉了 他就不用依着这个道而获得吗 他依和道而获得 是不是就是 依修道才可以获得无学道吗 他没有说依靠着无学道 在新的获得果 如果依着无学道而获得什么 是以货而在死兼顾而已 而没有所谓的新获得 新获得的话一定是用 他由修道才可以获得阿罗汉果 有所谓吗 好 那我们到这边来讲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第一个他就是问说 那我们到底是 依着以上所讲的话 在事果当中 他是依靠着 见到而获得呢 还是依靠着修道而获得呢 所以是我们刚刚也还是在复习说 如果他依着修道而获得来讲的话 大家是不是不能说他没有依靠着见到了 要有得到修道 是不是一定要先有见到吗 没有先见到哪来的修道呢 可是现在的问问题不是说 不是从那个长久的因缘来讲了 而是说最后的那个关键 可以对峙到最后从哪一分 他获得了 从哪一个时候变成呢 这个来从这边来讲的吗 所以他来讲的说 那 这事果来讲呢 是依着见到呢 还是依着修道而获得呢 他说什么 那个预留果 这个预留果 大家知道以后如果预留果代表是什么 一定只有代表预留的正果了 如果所谓的预留果 不会有预留相果 预留相果不算在预留果里面呢 他只是相果而已 他没有到果 所以预留果是在什么 代表一定是已经获得正果以上了 乃至说一果 所以我们讲说预留果 一来果 或我们讲预留 一来 不还 阿罗汉什么的 都一定是在讲说正果的这个时候才会了 如果是要在相果 他一定要叫什么 就是预留相果 一来相果 不还相果 阿罗相果 只能到这样子 他没有所谓的预留 阿罗汉果 也不是一来果 我以前刚开始也是老师 一而在的跟我讲说什么 我以前会认为说 那如果他已经属于是 一来果的范围的话呢 应该一来相果也应该就是一来果 他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 反而要这样讲说 一来相果的话一定不是一来果 一来果唯有是什么是一来正果 或者说所谓的二果 好 那预留果是用什么而获得呢 预留果是唯有 唯有仅仅 就不一定嘛 预留果可以一直到修道 最后一刹那 都可能是预留果啊 我们讲的这个有 后边会讲到有一个 有从预留到阿罗汉的嘛 他中间没有别的 所以他从预留过 一直到修道最后一刹那的时候呢 都就是依着修道了 这边所谓的依见到而获得什么是 依着见到而新的去获得这个果位嘛 这个如果说他已经获得这个果位来讲 他就不用说我是依着修道 有没有预留果依着修道呢 有啊有啊 比如说修道的 修道的预留果的话呢 第二刹那第三刹那 是不是一定要依靠修道而获得的 一定是依靠修道而获得的嘛 可是我们为什么会说在这边来讲说 预留果是依靠着见到而获得 是新的去获得的意思嘛 新的去获得的 那为什么预留果一定只有透由 见到而去新的获得呢 是我们刚刚上面讲的 他是从来分断除而 他是从见到所要断除的这个烦恼的 烦恼以及他的种子去断除的这一分 或从透由这一个角度 而去安利出他获得了预留果嘛 所以有能力 有方便可以断除 如果这个所谓的见到所断的烦恼的话呢 起码一定是在见到上面才可以获得了嘛 所以预留果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透由见到而获得了 而后面来讲的话呢 他是不是又分了这个 如果以中间的二果 就什么 一来果 跟不还果的话呢 他可以说什么 又可以分两种的 就是什么 就是先以离滩 跟次第获得的这二个嘛 是不是我们就是讲说有 先以离滩的一来果 先以离滩的不还果 也有所谓的次第获得的一来果 次第获得的不还果 这个二者 那前面两者呢 是什么呢 也是仅仅是依靠着见到而获得嘛 什么意思 是不是应该 我们正在讲嘛 他什么时候成为先以离滩的一来果呢 他什么时候成为先以离滩的不还果呢 是不是他在见到之前 就已经断除了现行的 欲界的烦恼的第六品 在以见到之前 他已经去除了现行的欲界的烦恼嘛 在这个时候呢 他有没有获得任何的果呢 都还没有获得嘛 都还没有获得嘛 他什么时候获得这两个断除的功能呢 可能是根本还没有升起初离心之前 只有脱油禅定的时候 他就已经断除了也有啊 或者乃至在于说什么 在于自良恩道的时候也可能啊 在于家行道的时候也有可能啊 可是这个时候他都不能 我们都不能算他是一来果 或者也不能说他是不还果 到什么呢 是他依着见到的 依着什么 依着见到的这个无间道的嘛 在对峙的 什么见到的所破的这个时候呢 第二刹那 他获得了卸脱道的时候呢 在那个时候他等于是什么 他等于是先已离滩的一来果 跟已经获得了先已离滩的不还果了嘛 他是说什么呢 你看他说 中间的二果 应该说我们就不要讲 第一个前面两者呢 是依着见到而获得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获得第16个 是不是我们就要说 我们上次是不是讲说 有法人 法治 类人 类治嘛 他等于说 第16个时候获得的 道的类人嘛 类治 道的类治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怕大家忘记了 如果 以小秤的 中意的角度来算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算说 有十六刹那 见到来讲的话 可以说有十六刹那 第16刹那已经是修道了 没有见到的第16刹那 就是见到可以分前面的15刹那 到第16刹那的时候呢 或者我们讲见到的第16刹那 就是修道了啦 实际上这个 没有所谓的见到的第16刹那 那在这个来讲的话 它是怎么分呢 它是就是一次的 就是说什么有 所谓的 它等于说 忍字 忍字是什么 忍就是我们所谓的 忍是什么 等于说什么 忍是所谓等于说是无间道 字是什么 是卸脱道 它等于是有这样子 它是一直这样子 就是无间道卸脱道 无间道卸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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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于说什么 法 跟 我们说 应该说 应该说 什么 或者 类 因为它跟赵文医疗 我刚刚一直在找 有说所谓的 法人 法治 类人 类是什么 所谓的法 法 法这 如果有这个法这一词 代表说什么 它是圆着下界的 或者我们说 圆着欲界的四地 所圆的是 欲界的四地的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 而这样的 所谓的 根本定 或者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无间道 我们叫什么 我们这个叫 法人 和 之后的 获得卸脱道的时候 这什么叫 法治 和 转移到什么 上二界的 上二界的 四地的所圆的是 上二界的 四地的时候 我们叫什么 类 类 类人类字也是 所谓的 所有的人等于说什么 就是 我们叫所谓的 如果我们用现在的 我们一般的 习惯的用词 什么 就等于说所谓的 无间道 所有的 智等于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 卸脱道 卸脱道 所以以他们来讲的话呢 我是不是上次就我们讲说 以小秤的 中意的看法来讲的话呢 见到根本没有后得志的这个机会了 见到就只有15秒 就是 一样这样就15秒就过了 那 在于大圣的中意当中 有没有承许 见到的十六刹那呢 有 也是承认见到十六刹那 可是他承认的见到的十六刹那 不是 1 再接2 再接3 再接4 再接5 再这样子下去 他等于说什么 所有的 根本定当中的 无间道呢 我们都叫什么 我们就同样叫他说 叫 忍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分法来讲 所谓的 135 7 9 11 1315 都是一件 一个例子 和 所有的 智呢 也是一个例子 和他说所有什么 所有的双数 24 6 8 10 12 14 16 这都是什么 所有的智的 有没有 他是个别个别存在 有没有法人 应该说 所谓为什么他会分出 还是分出 法人 法智 类人类智呢 他所圆的就是说 以圆的是 下界的 从这一分来讲的话呢 下界的四地呢 他就叫法 从圆着上界的 这一分 这个角度来讲 他叫 类 他还如果是不是会分出了 苦地的 沿着苦地的 沿着基地的 沿着灭地的 沿着道地的 那这个等于说什么呢 在于说什么 有没有十六刹那呢 在以 或者十六分 这个十六刹那 或十六种分类的 剑道呢 以大圣的中心来讲 有 可是说什么 举的例子就是一个嘛 就是剑道的 无间道 剑道的 卸脱道 什么角度来讲 我们是 我们先不要讲剑道 我上次是跟大家讲 就像你看我这个例子来讲 我们是不是说 他又是比丘 他又是僧人 他又是男生 比如说他又长了多少公分 你举的例子是不是就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前面看到这个法师 可是从 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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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别存在是 要说他是 他是个别存在的 你说 比丘跟僧人是 他个别存在 所以 你说 从 有没有个别个别有 他是不是异的 他是个别个别有嘛 如果是一个东西的 只是一个东西的话 你了解我这三人 你应该就了解我是比丘了 可是不一定啊 对不对 你看你说你了解我这三人的时候 你不一定是了解我是比丘啊 你了解我这三人的时候 你不一定了解我是格西啊 可是你举出的例子的话呢 你说哦 比丘在哪里 格西在哪里 法师在哪里 是不是就这个嘛 我上次上 我为什么跟大家举这个例子 你看很多人说 哦 格西拉 以前我们都 习惯叫你法师啊 或者所谓的 如圣法师啊 或叫你格西啊 或叫什么 我说你爱怎么叫 就爱什么怎么叫嘛 那种样子 还是一个例子嘛 那样子 你要叫说什么 如圣法师也好 你要讲英文名字来讲也好 你要讲藏文名字来讲也好 你要讲格西来讲也好 举的例子是不是就是举这个例子 可是你说这些有没有个别存在 有个别个别的存在吗 有个别存在 都是不同的某一份 可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这样子 这叫我们什么 我们在经书里面这叫什么 同体性的 不同繁体吗 个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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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区分这边 同样 刚刚在讲所谓的 所有的人 他有没有说 假设我举这个例子 苦地的法人 苦地的类人 集地的法人 集地的类人 有没有 有 可是举的例子就是什么 就是见到的无间道 他就是见到的那个无间道叫 应该说苦地的法人也是 类人也是 都是一样的了 那所谓的法治 类治 我们就说什么 就是以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见到的卸托到吗 卸托到这边来讲的 他分出这个了 所以不是相为 他是后面的这个 根本定之后 在大圣的中意的 应该算说 五间道 卸托到 还有什么 还有后得子 还后面才会有后得子这个产生 那他这边来讲说 第十六刹那的 第十六 道的 道的 类治的时候 生起来而获得 就是等于说什么 获得见到 简单来讲的话是什么 获得见到的 卸托到的时候 在获得见到的 卸托到的时候 然后呢 他就 获得了 预留果的果位了吗 对不起 我这边不是在讲预留果 应该已经 已经 已经讲到了说 是 四地 不是 先以离滩的 一来果 先以离滩的 不还果了吗 所以你说 假设大家问我说 你看你们大家问我说 那 在以小称的 见到的 卸托到的时候呢 这个人是四国里面的 哪国呢 我会说 我不知道啊 对不对 你看你们说 他已经获得见到啦 我说对啊 我知道啊 他是圣者嘛 他是见到 可是你说他是三国里面的 因为他不可能是阿罗汉嘛 他是三国里面哪一个 说不知道啊 你没有跟我讲更多的条件 或他有什么功德 我不知道 你说 在 第十六刹那的 见到的 一开始不是见到 在于 道的 法 治的这个阶段呢 他是预留果呢 还是 一来果呢 还是不还果呢 我们在 如果只讲这个 我们说我们都不知道 还不知道呢 如果说什么 你跟我说 如果他还没有 断除任何的欲界烦恼 欲界的现行烦恼 我又马上说 哦对对对 他就是预留果了 你说他已经断到了 第六品的 欲界的烦恼 现行的烦恼 但还没有把 所有的现行的欲界烦恼 断除呢 我们马上是不是说 他就是一来果了 如果你说什么 他是至少起码把 欲界的现行烦恼都断除的时候 我说对对对 那就叫什么 他就是不还果了 你看只要在这一份 一加上去 我们就可以说 他是预留果 还是一来果 还是不还果了 好 那后面二者是什么呢 他说 后面二者是 依者修道而获得了 这个 赤地而获得是说什么呢 他是讲初世间道的啦 如果是依靠着世间道来讲的话呢 你看他后面来讲的话说什么 有些人就会变成 就马上说 他一定要依靠修道吗 以赤地而获得 一定要依靠修道吗 这说什么 如果是依靠着初世间道的 从种子 从习气种子而断除来讲的话 一定就只有依靠着修道而断除了 就什么 只有在于说 断除第六品的 根本的烦恼 或者第六品的种子 跟第九品的种子吗 他来讲的话 两者的 直接的 直接所断除的 在这样子的财客获得的话 他是一定要只有依靠修道 我刚刚就讲嘛 他是 就是如果你是 赤地而获得 依靠着无漏道而获得的话 唯有偷由修道而获得了吗 见到的修道 不是什么见到 见到的无漏道 无漏的见到 他已经不可能依靠了吗 已经 已经 已经算过去了 如果之后还要依靠着 无漏的道的话呢 是唯有依靠着无漏的修道了吗 所以刚刚举这边的例子来讲说 后面二者是透由修道而获得 是什么 是后面二者在透由 初世间道而获得的时候 是依靠着修道吗 如果是依靠着世间道而获得的话 是不是在见到的 后得志的这个阶段还可以修吗 好 那 如果 是阿罗汉的果位的话呢 阿罗汉的果位 唯有透由修道了吗 为什么呢 他讲说什么 他这边把它翻的名词是 对不起 他把它翻成说 依着有鼎天的烦恼 有鼎天的酒瓶烦恼 因为 为什么叫有鼎呢 因为 我们在藏文的这个 他就叫 是什么 轮回的鼎 轮回的鼎 所以他讲说 简单来讲说 鼎烦恼 在藏文的话 他有点像说像鼎烦恼的这样子 鼎烦恼的 那 有鼎天的最细微的烦恼要断除的话 是不是唯有透由 出世间的 地球 唯有不只这样子 还有什么 唯有透由是 依靠着 金刚般的修道才可以断除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刚刚在复习就说吗 在于有鼎天以下 他这些的烦恼的现行 都还可能说透由什么 都还有可能透由 世间道 跟出世间道 两个 任何一个都可以去压制了 可是什么呢 有鼎天的这个烦恼 为什么 应该说 为什么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以下的都可以透由世间道呢 因为是不是有说 非想非非想天 或者乃至我们叫他 有鼎天的禅定的话 都是什么 都是可以透由世间道而获得的 就是有鼎天的禅定 或者我们讲非想非非想天的禅定 是透由什么 透由世间道都可以获得了 所以非佛教徒 或者所谓的 都是什么呢 他依靠他的修行 很努力的修行 你可能说什么 他获得禅定一直到生在有鼎天 有没有这种 有 他可以一层一层一层上去的 那 有没有办法断除 有鼎天的烦恼呢 有啊 当然有啊 那有鼎天的烦恼要断除是什么呢 他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禅定 就没有了 如果要断除有鼎天的烦恼的话 那我有什么 就是只有 只能获得灭地了 他不会有一个 世间的一种的 定 可以把它压制了 这个世间的禅定是什么 就是把它 起码就是暂时压制了 唯有断除 有鼎天的烦恼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 只有透由 出世间道了 所以后面在十二元起的时候 他们也就有一个辩论说 那到底十二元起 有没有涵盖 所谓的 在于说 一定是出世间 还是世间的道呢 他就说什么 那个有鼎天的烦恼 也属于在元起当中了 可是你不能透由 世间道的方法去断除 有鼎天的烦恼 他没有办法 世间道是没有办法断除了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唯有透由依靠着修道 也才好去办法对峙 或者去除说 有你那天的烦恼 或者说 不要只说是修道 他一定要依靠着什么 一定要依靠着 金刚般的修道 就是最后最后那一刹那的 的修道 就是在于 修道跟阿罗汉的 最后一刹那的修道 他一定要依靠这个修道 才有办法去对峙到 有鼎天的最细品的那种子 所以他这边来讲的 就是说 阿罗汉国 则唯依修道而得 因为是依着有鼎天 烦恼地球品的正对峙 无间道而得的缘故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无间道 就是他的正对峙的无间道是谁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如同金刚般的修道了 第二刹那要获得阿罗汉国位了 好 所以在这以上来讲的话 是我们在 应该如果有对世间道 跟初世间道的这个单元 有一点点了解的话呢 是不是就对后面的见道跟修道 就比较容易去了解了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问一下四句型 大家把色类学的来想一想 我说如果依靠着见道 跟依靠着世间道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几句型 是三句 四句 相为 还是同意呢 是四句嘛 对不对 因为我说我依靠着世间道而获得果位的话呢 我不一定是依靠着 见道而获得的果位 例如说什么 我依靠着修道的 的什么世间道而获得果的吗 例如说什么 我要举例子啊 我说你怎么依靠着修道的世间道而获得果位 例如说什么 赐地而获得的一来果 在依靠着修道的世间道而获得一来果的果位吗 对不对 他是依靠着这样 赐地而获得 是不是先以离贪是不可能吗 先以离贪的是 一定是要依靠修 见道而获得的 我现在是说什么 我要依靠着一个是世间道 但不是依靠着见道而获得的 所以我就说 赐地而获得的 依靠着 应该说依靠世间道而获得的这个 赐地而获得的这个一来果是什么 他是依靠着世间道而获得 但不是依靠着见道而获得的 那依靠着见道而获得 但不是依靠世间道而获得的是有谁 有预留果 有现已离贪的一来果 有现已离贪的不还果 是不是说什么 依靠着见道 但不是依靠着世间道 那有没有又依靠着见道 又依靠着世间道呢 有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依靠着在见道的 后得志的这个阶段 而去对志或者断除什么 欲界的现行的烦恼的第六品 或者欲界的现行的烦恼的时候 他在后得志的这个阶段 获得了什么 获得了一来果 获得了不还果 这个是什么 这是次第而获得的 依着见道的世间道的 而获得果位的 次第而获得的一来果 跟不还果 是不是 如果两个都没有什么 就像我们 也没有依靠着世间道 也没有依靠着像见道的这种 这两个都还没有依靠着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再问的话 依着出世间道 跟依着修道 也是我可以说 也是所谓的 应该是四句型了 好 所以我们这个是 在第二个科判是讲说什么 因何道而得道的话 应该希望说大家可以很清楚 这是以后 在于说什么 不管你是用何道而去获得菩萨的什么果位 用何道而获得佛陀的果位 都跟这些一模一样的 就是把例子换一换而已的 所以这边是来讲 一开始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关键来去解释 看第三者是什么 依和地而获得了 是 依和地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我是依着什么样一个禅定 去对峙了哪一界的烦恼了 是不是你看我们上次 刚刚是不是跟大家讲 例如说 初禅定 是在对峙是 欲界的现行吗 二禅定是在断除 一禅天的烦恼吗 三禅天是在对峙 就是对峙或断除 二禅天的烦恼 依此推累吗 那样子来讲的话 那到底是 如果我要获得预留果 要获得一来果 要获得 我们所谓的不还果 要获得阿罗汉果呢 那我到底是依着 怎么样一个禅定 或我要依靠着 什么样一个层次 我可以到 什么样的 刚刚讲的 从欲界的心事 还是依靠着 色界的禅定 还是依靠着无色界的禅定 是哪一个这样子 他现在问的问题 等于是这样子的 好 那他说 同样我再念下去 我们再解释说 那第三点 一和地而获得呢 前二果及次第正果的 不还 唯有依靠着 出禅天的 禁分定而得 因为亦欲界的 欲界的心而得的缘故 是不是 这边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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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了吗 中文 他是结合 因 亦欲界心而不得 哦 因亦欲界心而不得 好好 对不起 因亦欲界心而不得 那样子 那我说来讲的话 这边是说什么的话呢 他说 呃 前面二果 是什么 是预留国 跟义来国嘛 我们上次是不是讲说 预留国 预来国 一定还有 还没什么 一定还没有 对峙到 欲界的烦恼 完全的缘故 所以他是不是不可能 升起来 初禅天 初禅天的阵型啊 他为什么要 要把这个另外别别立出来了 因为他另外别别立出来的原因是说 这两个根本不可能有断 对峙或者断除 欲界的烦恼的时候呢 他只能 什么 他不可能升起 初禅天的 定的阵型嘛 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那 还要什么呢 还要说 赤地而获得的不还国吗 因为赤地而不还的 赤地而获得的不还国来讲的话 他也是 我们说什么 他是什么时候获得 产定阵型呢 是 他什么时候获得 不还国 他就等于说他什么时候获得了 产定阵型嘛 他一获得产定阵型 他就变成了不还国了 对不对 我们上次是刚刚讲的嘛 是不是赤地而获得 所以他在 还没有获得 不还国的之前 所依靠的道路 是不是不可能依靠着 初禅天的阵型 因为那个时候 初禅天的阵型 还没有升起嘛 他初禅天的阵型 一升起 他就是变成了 赤地而获得的不还国了嘛 对不对 这是统一刹那 大家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吧 我说大家有 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嘛 我们说 赤地而获得来讲的话 如果讲 讲剑刺这样子的 我还是用手指跟大家介绍 跟以前老师一样的 我们从赤地而获得 预留果来讲的话 他这边是不是在 五品以下 预界的烦恼五品以下 他都可能断除 或者什么都没断除 他可能一个 一品二品三品四品 乃至到五品 这个都可能 或者乃至一品都没有 也有可能 一直到这边来讲的话呢 那他什么关键让他 跳到一来国呢 赤地而获得的时候呢 他什么他 一断到第六品的时候呢 他就从玉界就 就等于说 进入到一来国了 所以他所依靠的道路 是不是 至少也不可能 一定是禅定正行嘛 所以在于说 断除第六品也好 断除第七品也好 断除第八品也好 他是不是都还在 赤地而获得的 一来国而已 他不可能变成 什么不还国嘛 为什么 你看嘛 我们以后就要想到 那个意思 不还是什么 他不再依着 夜跟烦恼而 还于 玉界 他有什么条件 让他不依夜跟烦恼 而还于玉界呢 就是他有禅定正行嘛 有禅定正行的时候 才可以 他可以说 哦 我不需要依靠着夜 跟烦恼 回来玉界了 所以 他等于说什么 哦 第六品 第七品 第八品 都还在什么 都在 一来国嘛 当他什么时候 获得了 禅定正行呢 是不是同一刹那 这个时候他就变成了 赤地而获得的 不还国了 所以 赤地而不还的 果 要依靠的时候 是不是在前面 在他那个时候 还在前面 前面这个阶段嘛 他还没有获得禅定正行 所以他不可能 依靠着禅定正行 而获得自己的果位嘛 是不是他不可能 有这样子了 好 那 他说这三个呢 就是 不管是怎么样 一个预留果 来讲也好 不管是怎么样 一个的 一来国 先以离滩的也好 赤地而获得的也好 一定有什么 一定是不可能 依靠着禅定正行 如果是先以离滩的 不还国的话呢 他是不是就有可能 依靠着禅定正行呢 对不对 我说如果假设是 先以离滩的不还国 先以离滩的不还国的时候呢 他就可能是依靠着禅定正行了嘛 可是在于 赤地而获得的不还国的时候呢 他只能特有什么 只能特有 初禅天的禁分啊 看这个时候是什么 是 他说什么 他为什么说不可能 因为不能特有 欲界的心而获得的缘故 是什么意思呢 是 欲界的心太初分 根本没有办法对峙到任何的烦恼啊 任何一品的烦恼 都没有办法对峙的时候 欲界的心没办法依靠了 他也 所以这个排掉了 初禅天的正行也还没获得 所以这以上也不可能获得 他唯有获得是什么 是初禅天的禁分啊 大家初禅天的禁分的标准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说什么 大家这就是在以前我们在介绍 久住心的时候了 什么时候在 初禅天的禁分等于说什么呢 是我们 欲界的久住心走完之后 获得了什么 如果是在欲界这边获得的话呢 等于获得了身心清安 获得了身心清安之乐之后呢 而获得了那个止啊 止的时候的 这个初次的获得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是什么 这就叫做初禅天的禁分就获得了 初禅天的禁分是什么时候升起呢 就是第一次升起的时候 我们止何时升起 初禅天的禁分就升起了 你说可是 初禅天的禁分只有停止在止吗 没有 如果一直要走上去的话呢 它一定是止观双运 我们在于刚开始的 止观双运的话呢 都一定还是透由初禅天的禁分 这是初禅天的禁分 这是什么 是透由这一个心事 在对峙欲界的现行的烦恼了 欲界的心事 没有办法对峙欲界的烦恼 等于是同等的能力嘛 它同样的能力 不分上下高低的时候呢 你怎么用欲界的心来对峙欲界 它自己太粗了吧 那个工具都已经不足了 但它还没有获得什么 还没有获得初禅天的阵型啊 所以它只能依靠什么 就初禅天的禁分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 想到初禅天的禁分的时候 就等于说什么 就把它想成说 是刚获得的止 或者乃至说什么 我正在透由这个止 而修成的止观双运 可是还没有对峙到欲界的烦恼 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这叫什么 这叫初禅天的禁分啊 初禅天的禁分哦 同样哦 同样哦 后面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还是也会有 二禅天的禁分 二禅天的正行 三禅天的禁分 三禅天的止 那二禅天的禁分 是等于说什么呢 是我获得了 二禅天的心事 二禅天的止 跟二禅天的观 在对峙什么呢 对峙 初禅天的 现行的烦恼 对 初禅天的现行的烦恼 到底说什么呢 我在 断除 初禅天的现行的烦恼的时候呢 就变成什么 二禅天的正行了 二禅天的正行了 二禅天的正行 大家有可能问说什么呢 说我们说 那初禅天的禁分是 世间道呢 还是初世间道呢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用词 说它是无所不能的 初禅天的禁分是无所不能 如果要想要走世间道 它也可以走世间道 如果它想要走初世间道 它也可以走初世间道的 这个它是无所不能的 它是可以按照 它可以走世间 初世间都可以 走有漏的也可以 走无漏的 它是后面会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可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以前老师跟我解释就是说 这叫无所不能的意思 它 你依这个你可以走世间道的也可以 你依这个走初世间道也可以 它是两个 这我们会在哪里比较详细的解释就是 二十生介绍完毕 介绍佛性 介绍佳行道 后面会进入所什么 它会进入就是四禅八定呢 四禅八定就会开始介绍这边 刚刚讲的 九珠星的一一一一的层次 在街上说什么 初禅天的禁分的层次是什么 跟初禅定是怎么样的 它就会慢慢在这边介绍了 那 回到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一和地而获得的话呢 代表说什么 是不是我们要获得 任何一个果位来讲的话呢 不可能依靠着欲界的心 欲界的心都太粗了啦 所以也知道说什么 乃至有所谓的 像我们讲说 自己有那个名文立养啊 或者说什么那种 像我有时候看到说什么 有时候 我在想说很多我们 是不是在藏人他们就说 那种 人是走投无路就问天人嘛 天走投无路就会 开始欺骗的时候 我看很多我们这边的所谓的 那种鸡同下来的 好像疯疯癫癫的喝酒啊 什么那个 大概有很多人就觉得很 很那种 很稀奇啊 喝这么多都不会醉啊 什么那样子 我说这什么 这就只是一个世间 世间的道路而已 他连初禅天的定都没有 这个可以说 初禅天的定都没有获得了 因为初禅天的定要获得的时候 他不会被这种名文立养 被这种的初食啊 感到贪拙 这都是什么就是 有可能 我们刚刚讲嘛 这个不同的界的人 依靠着这个人的身体 来去欺骗啊 就获得一些初食的 这些供养来讲的话 都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讲 如果是有获得初禅天的 正行来讲的话 他对这种世间的烦恼 你看他都已经压制了 这种初世间 这种很粗分的这种的 欲戒的这种东西 他不会为他所动了那样子 那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刚刚讲的 预留果 一来果 以及次第而获得的 不还果来讲的话 他一定是说什么 他一定是只有透由 出禅天的净分可以获得了 欲戒太粗 没有办法获得 这个以上的心 出禅天的正行 以上的心 他也没获得了 他都还没获得的缘故 所以呢 什么呢 他就只能 这三果的话呢 只有可能是透由 在三界里面的新的 是说有什么 是出禅天的新 和出禅天里面的新是什么 还不是正行 是出禅天的净分的新 而 所以他就说什么呢 他就是后面这边 刚刚讲就说 因为 因为他这边的 标点符号 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那样子 他就说什么 应该是说 前二果及次第而正果的不还 如果我们用把它变成逻辑来讲 变成说 这些唯利嘛 对不对 他是唯有 依靠着 出禅天的 净分而获得的 是要证明的 为什么呢 因为依靠 欲戒的新是不能获得 而 决定得比三种果位的普特切罗 则又不得净律正行的 是什么 是还没有获得 可是将要获得 这三个果位的这个人呢 或这个普特切罗来讲的话呢 他是还没有获得 出禅天的正行嘛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三界的新的当中 他是不是只有 只好依靠着 是什么 就是出禅天的净分呢 好 那 后面的是什么 那先以离滩的不还果 是以 净律正行而得 因为是在 箭道前卫中 亦以离为 世间休所断的 欲戒烦恼 第九本贪欲的力量而得的 缘故了 那说什么呢 那在这边来讲的话 以先以离滩的 不还果来讲的话呢 他是什么 他是依靠着 出禅天的正行而获得了 为什么 因为是不是他还没有获得 先以离滩的相果之前 在箭道之前 他就已经获得了 禅定的正行了 他已经获得了 禅定的正行的时候呢 所以当然 他在依靠着 那个出世间道的时候呢 他那个依靠的 那个出世间道是什么 是出禅天的正行的 箭道了嘛 因为他已经获得了 早就获得了 出禅天的正行的时候呢 他在依靠着箭道而获得了 依靠着出世间道 这个出世间道也好 这个箭道也好 都属于什么呢 都属于是出禅天的正行的 正行的出世间道 也是箭道嘛 是不是他获得这个获得了 为什么呢 你看他就用这个原因嘛 因为他在箭道的之前 早就把世间的修道所要断 是不是你看就是福生大师用的 他就用一个世间修道所断的嘛 世间修道所断的 这个第九品的欲界的烦恼呢 早就已经离开 以他断除以他 离开这个摊着了的时候 他是依靠这个能力呢 而去获得 之后获得了 现已离摊的果位了 看这边来讲的话呢 他说 这边有一个要简责的 我把这个简责念完 我们就先听今天在这边 他说 什么他说 那有人主张 于此四种禁律正行都有 这是我刚刚讲的 我说 以先已离摊的 不还果来讲的话 他在箭道之前 他可以获得什么 他可以获得非想天的定 都获得了 所以当然所有的禅定正行 他是不是都可能获得了 楚禅天的 二禅天的 三禅天的 四禅天的正行 他都可能获得了 那在获得的这个情况下呢 他在箭道的时候 获得不还果的果位 能不能依靠这四个禅定的正行呢 那福生大师就是讲说 有些人有这样提倡 有些人这样主张 因为什么 因为他早就有获得这个能力了 他这个禅定早就获得的时候 那他所依靠的 假设不要说是初禅天的正行 他能不能依靠着二禅天的正行 而去获得了 现已离滩的不还果位呢 在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福生大师 还没有说出他的决定 他说什么 这是我们要检责的 大家也可以 我先不讲我的想法了 我们说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再来讨论的 先还没上课前 大家如果可以回去 思维这个一下 觉得说能不能 有没有可能 还是不可能的时候 和原因在什么 和我在把我的想法来讲 所以大家有听懂这个问题吗 就是福生大师就说 如果是先已离滩的 不还果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确定 他是依靠着什么 他是依靠着禅定的正行 可是这个禅定的正行的范围 是在止于 只有停于说是初禅天的正行 还是他可以乃至一直到说 是禅天的正行 或者乃至到说 第一禅 应该说 无色戒的第一层天的 的正行 因为无色戒的第一层的正行 是说是与四禅天的正行 离开的这个缘故吗 那以这个范围的话呢 这个 现已离滩的这个 不还果的话呢 有没有可能是依靠着二禅天的正行 或者三禅天的正行 乃至四禅天的正行 而去获得不还果的果位呢 因为他已经有获得到了这个能力了 他已经有这个的这个禅定的在这个身上 还是他还是要只能依靠着初禅天的正行 去获得不还的果位 哪一个 是哪一个 和他的原因是什么 和这边来讲的话 福生大师就只有说 这是 以前的人有提倡 有主张说 有可能是依靠着四种禅定都可以的 可是 福生大师也没有说这不对 只是说这什么 这是要可以多去检责了 看我们在下个礼拜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或者再跟大家解释说 他为什么 我的想法为什么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在下个礼拜再介绍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样子 看大家还是一样 就是说 如果大家知道有来现场的话 我们刚刚就是想说什么 就是因为 的确 后面会越来越多名词 和如果要以一个初学的人 来刚开始 不要说自己要获得认知 就有点困难 还要把它说成 让人家听得懂 那是更复杂的时候 所以我想说什么 就是 一个礼拜我们可以 当大家一起的复习 或一些 即使广义的 和一个礼拜就是 每隔周隔周 我来帮大家回答有关 如果这个地方还不清楚的 和尽量的来 来指引或者把它说清楚一点的话 我们以后在隔周隔周的话 在现关的话 就是前面我们会花一点时间 来跟大家 如果有问题 大家的问题 来对23去解释 和同样如果 在网路上面来讲的话 有问题他也可以发进这个群组 让大家来一起 一起获受益 因为我想说 以后慢慢的问题 大家很多有 透游群组 或什么问的话 那我一一回答 不如我是在课堂上回答 因为课堂上回答的话 这样子同一一次的回答 可以 众多人可以获益的话 有可能有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在讲的话 大家可以 就是说 从不同的角度去思维的话 我会透游课堂来回答 我觉得比较适当的 在这样子 就是尽量 不是只是说 我不是代表我没有看到 大家的问题 而是说 不管是来一堂课 归来的话 会在那一堂课 就是把问题念出来 再把它回答 这样子会对 应该是可以帮助 更多的人 那样子 好 那我们就请回向了 小抒 四 四 四 传行 菩萨道